大家好呀,本来类似的话题不想再聊了 上期视频,我说乌龟可以是草龟的中文证明 但不能说是草龟的学名,或所谓的中文学名 没想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有朋友说乌龟只能指墨化的公草龟 也有朋友说草龟指母草龟 乌龟指的是公草龟 还有朋友说中文证明不存在 甚至有朋友说学名凭什么一定要用拉丁文 鉴于这次的视频已经不止在一个平台引起了质疑和不满 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初期视频解释一下 首先,所谓俗名并不是贬义词 恰恰相反,俗名方便了我们的交流 更亲切,更便捷 跟学名那一串羊马子相比同样很重要 只是适用的场景不同罢了 确定了这个大前提 那就开始讨论本期视频的重头戏吧 乌龟真的只能指墨化的公草龟吗? 咱们回想一下 日常生活中乌龟这个词是不是很多时候是代指所有的龟? 语言本身就是为了方便交流 很多最开始不严谨的用法 在长期的流通变化中就成了一种默认的继承事实 所以有些时候不能仅根据一个词的字面意思 就确定它的含义和范围 只能说最初期乌龟这个名字 是参考了墨化公草龟的形象 这是广义的作为日常俗语的乌龟 并不是只能指墨化的公草龟 而狭义的乌龟很多时候是指草龟的中文证明 是公母都包括在内的整个草龟种 同样不是仅指墨化的公草龟 我就纳闷平时不都管墨化的公草龟叫墨龟吗? 怎么上期视频一出来乌龟成了专制名词了? 我虽然水平非常有限 跟小伙伴们更多是平等交流互相学习的关系 但自己好歹做视频也有两年半了 关于公草龟墨化这种最基本的信息还是知道的 这里插具体外话 关于草龟这个称呼似乎不止我们习惯这么叫 日本人管草龟叫Kasagamedes 执意过来也是草龟 言归正传 再说中文证实名到底存不存在 可以肯定中文证明这个概念绝对是存在的 顶流的科普博主基本都描述过 各种相对正规严肃的中文科普社区 也会尽量采用相对正式的中文名称 我之所以说的这么谨慎 是因为不少中文证明存在争议 不能完全同意 很多时候无法取代学名的功能 但不能因此就说中文证明不存在 我并不是想试图改变大家习惯的称呼 我没有这个资格 情商也没这么低 况且平时我自己也更喜欢用所谓的俗名 咱们又不搞学术研究 草龟 中华草龟 什么金龟 泥龟 长寿龟 日常怎么喜欢 怎么方便 就怎么叫 没必要咬文嚼字 就结这些 我这两期视频之所以续续叨叨讲这些名字 只是想分享一些内容 咱们互相交流学习 想着多了解一点准没坏处 希望收伙伴们不要误会我